非常好的年轻 最重要的是要发现 我要学孔子 我要学孟子 所以时时刻刻 你像不像孔子 你像不像佛菩萨 你要真像才行 你才能救世 世界上这么苦难 靠你 所以你这么发现 我天天给你顶礼 我代表全世界的人 才向你顶礼 你太了不起 这真实 这不是假话 我们自己能力做不到 我要求佛菩萨 所以真有这个人才出来说 他是真正佛菩萨 他是真正的救世主 所以我们一定会照顾 很重要 所以网路有这么多同学的时候 我相信里面 决定有人 所以说基本的条件 弟子归 十三业道 这个沙米绿衣 太上干颜品 这个四门 我们要求 百分之百的落实 能够落实这个 你就是圣人的种子 你就有资格 你就有资格 这一生当中 乘胜 乘贤 那我们可以能够认定 那你这个圣年 我教你的方法 就是专攻一门 决定成就 没有一个不成就的 底下一个问题 因工作和朋友之间的交集应酬 如别人请客 会单独 喂我点素菜 但有时自己 宴请朋友 朋友就不愿意吃素 不知道如何做才好 那就不请算了嘛 这问题很简单 那就不方便嘛 你不吃素就不方便了 我总不能是为你造罪业 我造罪业 你也有罪业 彼此双方都有罪业 那我们还是免了好 得用其他的方式 就不用吃饭 用其他的方式 或者喝茶的方式 这也很好 底下一个问题 这是请问一天九次的身念法 是否需先三称 那么本思释迦牟尼佛 是否要念回向记 前面加释迦牟尼佛 后面加回向记也行 你不加也行 为什么呢 这个身念的 念念的都是回向 所以这个净土法门 叫不回向法门 为什么不回向 你只有一个方向求生净土 还回向什么 所以它叫不回向法门 我念这个目的就是求生净土 所以深深都是回向 下面二十六个问题 这是家父 自学佛以来 一直以经药深念法 作为早晚寇 但觉得呢 静不下来 杂念太多 他在驰名时 兵观祥莲花 似红试运 静夜低夜服 而且是闭着眼睛 不知道对不对 可以用这些方法来帮助 把心定下来 这个都是好事情 善巧方便 这老法师常讲 修学要真用功夫 超越十法界 这一真法界 而在无量寿经上讲 刚刚到一真法界 是原教粗诸菩萨 粗诸菩萨 要圆满成佛了 需要三大二三七节 不知道是否矛盾 进行开示 不矛盾 粗诸菩萨 就是真佛 不是假佛 这个华音经上 讲了很多遍 那么三大二三七节 是断习期 习期基本上讲的 奔爱死 我们比喻 古人的比喻 祖师大的比喻 好像酒瓶 酒瓶里面酒倒干净 擦得干净 确实一点都没有了 我们还有味道 那个味道到几时才没有 那要时间长 你瓶盖打开 你放在那里 放上个三年五年 再就稳 没有了 所以这里用不得功的 没有办法的 只有让它自自然然 这三大二三七节 就是自自然然 需要这么长的时间 无时无明的心系 才能断掉 所以见识烦恼的习期 跟这个沉沙烦恼的习期 都好断 无明习期不好断 可是它不该死 所以初度菩萨 智慧神通道理 跟究竟佛果 已经没有两样了 它可以随理化身 应于什么身得度 它能化什么身 像这个观世音菩萨 三十二印的一样 好 现在时间到了 今天我们就讲到此地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诸位法师 诸位同学 大家好 阿弥陀佛科 今天有三十五个提问 我们依照顺势的答复 首先是中国同修提问 定是念观世音菩萨 可以保佑家平安无灾无难吗 是否要从受持无界设善做起 念佛菩萨的名号 能消灾无难是你真的会念 怎么个念你要懂的 你看中国这个念字 是个会议的字 上面是经 下面是心 这个意思很明显地就告诉我 现在的心 心里面真有菩萨 真有福 就能消灾无难 口里念心里都没有 灾难免不了 这个道理一定要懂 观世音菩萨